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和碗塵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com.h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法律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Della好,大家好 今天幫我們分享的主題 每個家庭每個人都會經歷過 只是比較輕微還是比較嚴重 還是怎樣發生 就是牙痛 相信我們從小孩子出生 然後開始出牙齒 然後從乳齒變成行齒 甚至乎出智慧齒 大家都應該經歷過牙痛 但是當然,阿通其實是很空空泛的 或者請袁先生幫我們分享一下他的經驗 以及引起痛的不同症狀 我們可以怎樣用同理療劑 去幫助聽眾或者病患者 去快點輸解 或者去處理問題 相信沒有什麼人都沒有經歷過牙痛 牙痛其實是挺辛苦的 牙痛比大病 痛起來真的很辛苦 但是我們記得小時候 如果遇到這些牙痛 很多時候去看牙醫 往往是他們的處理手法 就拔掉牙齒 當然,如果小孩子 乳齒要換牙齒的時候 趁早些就拔掉牙齒 等行齒出 那些是正常的 乳齒要換牙齒通常都不會很痛 大部分都不會很痛 但是很多時候 記憶之中很多人遇到牙醫的處理都是這樣 但是現時的今時今日 很多時候如果遇到這些牙痛 也解釋不了為什麼 也不是注牙 也不是說裂了 或者牙齒真的出現問題 通常會幫你度牙筋 這也是一個貴的 幾萬元 二、三萬元 很普通 然後再補充 但是這些手法 就算有效也好 我們未必一定要走這條路 因為在同學療法裏 我們對牙的處理方法 其實那裡是有很多經驗的 尤其是早期 早期牙科的發展也不太先進 很多時候很多時候 那些人都不喜歡去看牙醫 有什麼時候都想辦法去治療一下它 因為當時可能整個牙的轉 又不是那麼好 又不是那麼快 是很痛的過程 所以在同學療法 過去是有很多方面的經驗 處理牙床的問題 很多時候效果可以有很快 也是非常之好 但當然如果這些痛 可能出現小量的崩裂 或者早期的發炎 是可以治療得很快 可以說是永久性的 即是真的可以治好它 當然如果有時候是因為注牙 或者牙周方面出現了濃瘡 很多病人都會用牙醫的程序去處理它 但在我們來說 就算是一般性的注牙 我覺得簡單快捷的方法 都是會去補牙 但是有時候牙周的牙瘡 我自己的經驗 包括自己的經歷在內 我記得我自己都用過同學療法 是很快去處理過它 我記得很多年前 都是20多年前的 前門的牙 就發現牙床有些濃水走出來 很明顯是牙瘡的問題 我自己就用了水韧的療劑 一吃很快就消失了 那些濃瘡就平伏了 但始终牙都慢慢退化 有時候都會脫掉 所以到年紀大 通常牙的牙都會慢慢脫掉 幸好現在我有些種牙的技術 可能在處理这方面 脫牙的問題也有很好的工具 同學療法的好處是 使用同學療法处理過的牙齿 很多時候都可以幫助你的牙齿 可以用得久很多 不需要時不時用抗生素 亦都令到牙骨和牙床都很好 但遇到牙痛 有時候要辨清楚 究竟问题是哪一處呢 可能出智慧齒 智慧齒是常有的 甚至使用抗牙齿 通常都不太痛 一到这样慢慢自己鬆 很快自己都很容易拔下来 但有一种情况之外 牙痛背后是三叉神经痛 是神经炎的 所以那种情况 你慢慢去医牙 其实是医不了的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你去牙科去检查 咦 牙齿什么都没有 牙床什么都没事 所以遇到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最好要考虑用同学療法 我最近有个病人也是这样 他初来很牙痛 我去检查他 牙齿什么都没有 什么问题都没有 牙齿按下去又不痛 又不是鬆 一点都不痛 牙肉又没有事 但他当然觉得是痛 他很有趣 当时他说的那种症状 牙齿是分屏的时候痛 一起床就不痛 这个症状是挺奇怪的 怎会这样的呢 按摸它 敲它 一点都没有事 有没有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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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当然觉得 一起床就会痛 一起床就好了 我也觉得挺奇怪的 但幸好他在同学療法 我们的字典里面 我找到了一个疗剂 这是一个特别的症状 唯一值的疗剂 是唯一值疗剂 你分屏时痛 起床就不同 我给了他疗剂 轮 很奇怪 吃了之后 立即就没有了这个症状 但接着 他的问题 下面的牙痛 真正的问题就爆出来了 痛得整个牙齿 就是牙筋发炎 痛得爆出来了 症状不是简单的疗剂 但是疗剂起码 起码是把症状本来的症状 拿出来 然后我就根据症状 去配疗剂给他 但始终在同学療法 疗剂是很多的 不是立即可以配得到的 很可惜 在这个案子来说 我当时就企图配两个疗剂给他 但结果也没有什么帮助他 他就去了牙医 结果做什么呢 就去倒牙根 原来几万元倒牙根 但我觉得其实不需要一定走这条路 因为同学療法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 但也需要时间 有时候我们未必可以 每一次用准的疗剂 立即帮我们舒缓 但值得大家尝试一下 给一些耐性 当然在同学療法 我们的疗剂是很多的 因为经验是很丰富的 但通常我也要尝试一下 我可以和大家简单介绍几只 几只常用得着的症状 也非常明显的 疗剂大家可以学一学一下 其中一种疗剂就是白色根 白色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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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病毒是用在关节问题 感冒 或者头痛 重心是不想移动的 转身移动也很不适合 但按压牙齿痛,带你按住牙齿会舒服 牙齿有时由一只延伸到第二只 这种症状是白射根 不想动牙齿,按住牙齿舒服 牙齿痛会由一只牙走到第二只牙齿 第二只是罗马甘菊 通常牙齿痛,牙床可能是蛀牙 牙齿有点烈痕 通常浸蚊子出牙的时候会痛 痛得很紧疹 痛到面胀胀,如何哄它都哄不到 通常晚上很厉害,冬风会叉 有时喝东西,喝咖啡,或者喝暖东西都会痛 通常这些是小朋友的,出牙的时候 那时候就会出现这些症状 另外一只咖啡,咖啡 咖啡通常是神经,牙的神经痛 也是很敏感的,可能是因为蛀牙也好 是很敏感的,凡是喝热东西都很痛 但是含着冰,咬着冰也好一点 如果你能够遇到这些症状 想过尿剂是咖啡,咖啡 另外一只就是Hipposulfur 流化盖,Hipposulfur 通常是用牙瘡 牙瘡,牙是鬆了,通常是很痛的 人家会痛大宽法都快乐了 Hipposulfur的症状 除了痛得很严重,很尖銳的牙瘡 疼,而且是很怕冻 让冻窫那些冻风, asked culture to sleep 或喝到的冻东西,会很痛 另外一只是水银 水银通常 出现冯头,牙齿会感染,所以会有口气 有些会流口水和舌尾是骚髒的 通常夜晚会变差 又怕冷又怕热旅行都怕 但你去捉它就似乎好些 那种痛就会走到面部 我记得20多年前 我自己的前牙上面突然间有这种痛 很明显看到龙头在这里 觉得口水就多了 牙肉是浮肿 我用一剂疗剂 Mercurase 30C 几剂就好了 接着就好了 另外一剂就是Sephyrsagria 飞燕草 Sephyrsagria通常都是牙烈了 或者牙烈了 有些小孩住得很快 很快就住 牙一出来就黑了 可以考虑Sephyrsagria 这些是比较常用的 其中还跟大家介绍一剂 就是Hypericum Hypericum通常是什么情况之下呢 就是做了牙医 去搞了牙皮 可能是拔了牙 可能是补牙 转了之后就流出来 所以剩下的神经痛也很厉害 这个就是Hypericum 另外一剂就是Hectar Hectar larva是火山泥 火山泥通常我发现 那种痛是牙床骨痛的 通常痛得来 你会发现牙床骨可能会突出 有种感觉 摸到它突出 而且没有太浓 总之影响是骨的方面比较多 所以在同学疗法里面 其实疗剂是很多 但都要好好的去找 找得对 好好的试 很快可以把痛楚控制得很好 另一剂是Silica 我都比较常用 通常Silica都是牙床发浓瘡 牙会松了 这也是一种Silica常用的疗剂 如果大家遇到牙痛 什么原因也好 如果找到好的疗剂 可以帮大家控制它 令牙保持得更久 虽然年纪大 慢慢的牙都会脱掉 也会退掉 但其他用得更久 很多人年纪很轻 牙都没有了 其实疗剂的疗剂 在医治牙痛 其实有很多好的疗剂 效果都非常好 谢谢袁医生和我们分享 刚才也说牙痛比大病 你不理他也不行 你吃东西喝水等 但是成因有很多种 所以一定要查明是什么成因 当然了 如果去一般的牙医诊所 他们当然是检查了 有没有牙周病 有没有什么 都是给你抗生素 再不是的 现在最流行的 痛 找不到原因 导入牙筋 让你没有了感觉 便不会痛 但其实那只牙齿 没有了生命 便死了 提早结束工作能力 慢慢地会影响到其他牙齿 而且在咀嚼方面便不够了 吃东西也享受不到的时候 这不是牙齿性的影响性更大 所以请大家记住今集 欣生提过一些疗剂 或者如何处理的方法 大家如果真的遇到牙齿 无论是什么年纪 都认认真真地 仔细地查到原因 便用对的疗剂 所以你的牙齿可以一直用久一点 可以真正享受健康快乐的人生 多谢袁先生今天和我们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与余医生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想查询刚才提及的疗剂 或者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与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想重溫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御理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了 谢谢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